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从Windows转到了MacOS 因此想要一台iMac也成为了我的心愿 那么本期视频就来聊聊我们新的大宝贝 iMac 2020 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太阳咨询社 我是三年特别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些年来 苹果大部分产品线也都体验了一遍 而iMac却是碰都没碰过 这次会购买新款iMac 也是因为工作所需加上忍了很久 尤其是疫情爆发导致我省失自己的工作场景 貌似在家窝着的时间还是占多数的 那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 今年iMac产品线又在新品发布会之前突然分心 这可不就是给我惊喜让我赶紧去买吗 过得第一百就花了你 那倒没有 所以我买了 从见到iMac包装的第一课开始 脑海里最主要的印象就是苹果家的传统艺能 精致 无论是包装盒的劳固程度和清晰的印花 或者是内部规整摆放的独立配件 都给人一种简洁而高品质的感受 连擦屏幕的布都随机身附送 而且这块布还有独立的包装 到了机器本体的iMac2020 看上去在设计上与前几代产品几乎没有区别 弧度处理的后背 宽大的屏幕边框 只可调节角度 不可升高的支架 都一一保留下来 估计那些一直期待新款iMac 在外形上全面进化的用户要失望 但对我来说还好 毕竟是第一台iMac 怎么着都是有新鲜感的 整机的做工在当前电脑主机领域依旧是顶级 喷纱的细腻材料间衔接的平整 都是显而易见的 说完了外形上的第一印象 接下来就来聊聊使用体验上的感受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词 快速和清晰 我们先来聊聊快速 第一点组装快速 作为一款一体机 iMac2020插上电源就能使用 配备的妙控键盘和妙控鼠标都是无线的 开机就会提示配对 全程简单无通 第二点进行快速 iMac2020性能配置全面升级 让iMac2020在使用的流畅度上有了十足的保证 至少在不开启后台渲染的情况下 用Final Cut Pro直接剪辑视频是完全不存在卡顿的 而此前在我的MacBook Pro上还是有些吃力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正在用测试版系统的缘故 Final Cut Pro时不时的会抽个风 偶尔来个强退或者卡死 只能期待后续系统更新来解决问题 第三点拓展快速 机身后背各种接口一印俱全 各种配件随意插把使用 我也终于不用像使用MacBook Pro一样 购买各种拓展物了 iMac背后还设计了内存扩展口 像我这种需要经常用它来完成视频剪辑的用户 必然会自行购买内存条来拓展内存 整个过程同样方便快捷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购买的内存条与标配的不是同一品牌 请使用AAEB的插法 间隔混插的话 有大概率会出现内存降频的情况 聊完了快速 再来看看清晰 第一点 屏幕清晰 iMac 2020这次的屏幕规格全面提升 无论是色准还是细腻程度都让我十分满意 用我朋友的话来说 iMac 2020就是买屏幕送电脑的买卖 市面上一台5K的显示器 售价都要8-9000左右 所以再加上7788的硬件组成一台电脑 14399元起的售价 貌似看起来是有点值 而且此前在Pro Display XDR上的Nano Texture 纳米纹路玻璃面板 也下放到了iMac产品线上 选配之后 即可实现无据屏幕炫光的目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选配 因为我们比较穷 所以不怕炫光 第二点 外放清晰 现在很多显示器都自带养声器 所以一体机支持外放 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像iMac 2020上效果这么出色的 其实并不多 据说这次iMac 2020上的扬声器模组 是跟自带的T2芯片联动 实现了更好的低频效果 实际体验下来 虽然比不过专业的外界影响 但是用来取代普通的桌面影响 还是非常OK的 第三点 摄像头清晰 虽然我们不指望用iMac来拍照 但是更高清的前置摄像头 能够带来更高品质的视频通话效果 这次iMac 2020前置摄像头 终于支持了1080P 真是可喜可贺 第四 录音清晰 之前16英寸MacBook Pro上搭载的 录音棚级别3Mac风阵列 这次也来到了iMac 2020上 通过与T2芯片的协同 带来了更优质的录音效果 大家来感受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 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 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 总的来说 iMac 2020还是满足了我对它的大部分期待 如果什么时候 Bixer正式版系统升级 把一些小霸子解决了 那正是完美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不同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